在震天不見證 你可以拍桌子 觀眾朋友 午安 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綠野先桌 先歡迎到 這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實施的 施政鋒 施老師 欸 大家好 好 施老師這個 當然開頭輕鬆一點 但是我覺得喔 最近 BNT疫苗要來了 然後再感覺起來 藍的也會有一些批評政府的啦 然後綠的也會有 但是我先講 我自己先觀察起來 藍綠的在政府這一面 這個表現的態度差很多 就感覺藍的 或是說甚至不要說 藍的就是媒體人啦 他認為他光譜偏藍 他就要不然就開告 要不然就是送官司 要不然就是網軍攻擊 可是其實我發現 綠的也蠻多人在 比如說在講說 這個疫苗價錢有問題啊 或是這個政府施政有問題啊 或是公佈什麼民調啊 政府很安靜耶 我說民進黨為什麼 這個藍綠的 他對待的分別會這麼大 意思是說 綠的比較沒有聲量嘛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嘛 欸我不曉得 沒有他們的反應啦 他們感覺說 比如說我同樣都是罵蔡英文 欸 藍的罵了 他們就跳起來 回嗆 綠的就點點 綠的當然因為他是執政黨啦 講好聽就是當家的不鬧事 然後第二個其實也是很務實啦 那現在中央有難 那你那些諸侯 你知道嗎 若瑾下屎 那你下次不要講提名啦 就是光是 我的各個部會的預算的時候呢 我當然會大打折扣 那這當然這中間裡面 還有我們不知道 因為畢竟這些東西 其實是政府採購等等 那當然現在不同的部會 有不同的派系背景啦 所以如果大家糾纏不清的時候 意思是說 不同名裝還是不行啦 但是在野黨 它本來就是應該監督啦 而且它基本上 你也知道在分配那些東西 多多少少會讓人家覺得 你知道嗎 多小毛那種感覺啦 OK 所以那當然 他是要拿放大鏡式顯微鏡來看 我想這也是合理的啦 是啊 OK 對 這個大概 世老師先講一個概述 因為我剛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知道 世老師的小朋友啊 他現在應該都成年 18歲以上了 他昨天有一個什麼 突然推出一個平台說 要登記意願說 18歲以上45歲以下 可以去打AZ 或是打莫德納登記人 不知道你小朋友 有沒有人去搶這個 我還沒有問他 你知道因為其實 其實最近朋友碰到 那上電視也會問說 你們家小朋友怎麼樣 其實也是算成人了啦 對啊 其實成人 二十幾歲了 我們當然如果能幫忙的 還是幫忙 因為我們住處在台北嘛 不像你要回鄉下 人家會有點保留 你知道嗎 你從雙北回去的 人家會擔心嘛 那家裡倒比較好處理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說 基本上現在這種比較亂 不好意思講亂事啦 就是經濟比較不景氣的時候 那吃工家投入的會比較穩啦 那在外面的 他們只是希望說 趕快有機會去 去這個你知道恢復正常以後 恢復正常就要打疫苗 然後才有工作嘛 坦白這樣 因為他們就是一天 他們就是一做一天順一天的嘛 對不對 你沒有工作 所以當然他們會希望有疫苗啦 那我還沒有問啦 就是說因為你知道 我們那個怎麼弄得那麼複雜 因為上次六七八九十 你知道我一直還搞不太懂 那我老婆說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是第十類啦 那這些小孩 第十類至少還有在裡面耶 對啊 還有牌嘛 對 然後你百工百業大概是會 因為你知道有點像紓困嘛 你如果漏了 你要找個某個一串 是多少萬人的 然後找個什麼單位的嘛 然後去講嘛 然後他就會想到了嘛 就你的團體夠不夠力啦 然後你知道 是各個部會沒有整合嘛 對 好 OK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坦白講我不太曉得 因為我好像那天 誰跟我提醒了一下 就是說現在好像是 那個什麼機測還學測是不是 你知道我也搞不太精準 那個區域在哪邊 大概七月下旬是指考 指考 指考 然後聽說那個如果來的時候 來得及嗎 因為朋友也在 也有一些不同 那不急啦 那你們九月開學等等 我聽我老婆講說 好像說今年會稍微 賣個一兩個禮拜 好像在搶時間是不是 那比較有機會 好 所以講說 你那個工家機構 技術性的把它拖半天 然後呢 然後人家這邊的 你知道如果萬一怎麼樣的 我前陣子聽說 好像說如果你確診 又不能考 要等一年是不是等等 然後技術性還在講 對 我想說 那年輕人就打就先打吧 畢竟未來是他們的 我在開玩笑說 我們準備放在盒子裡面的 其實是聽天由命坦白說啦 對 有兩派說法啦 一個是說年輕人就要趕快去打 因為年輕人是 比較在社會上活動 那你活動的力比較強的話 想當然如果你有病毒 你傳播力也比較強 所以你這個活動性強的 那在社會上是中間 比如說不只是20歲的 比如說40歲 這個你常常需要工作 要先打 有一派說法是這樣 有一派是說你要先保護一些 年紀大的老年人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 比較容易會遭受到 生命的危險 如果染疫的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社會需要的人先打 當然我覺得回過頭來 都應該要打 我坦白講 其實你知道弄這個東西 有點讓我們在兩難啦 比如說這樣子就有 有一些人會覺得就差對了嘛 比如說他們在上班的 如果有在上班的人 他們會覺得說為什麼是 好像是討好年輕的這個部分 我只是說這個 其實這個完全都是錯誤的 就有點好像我在施捨一樣 你們力量夠的時候 然後來給我鼓聲 然後我就開放哪一邊 其實還要回頭 我們再講說 其實國際上就是這樣 一個就是說高風險的 那高風險就是說 可能有重病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可能醫護人員 然後接下來就是根據 年齡來排 這應該就是這樣子啦 應該就單純是這樣子吧 然後你把它弄成 好像我們在那邊 社會上吵來吵去 然後要看他的面子 你這是情何以看啊 好像讓我們在失散 你知道這有點在叢林啦 對啊 隨著拳頭大 隨著聲量大 然後等等這些東西 你的票等等 好像跑掉跑不掉 然後我們不是他的 你知道我覺得這蠻殘忍的啦 對 而且 剛剛施老師有講到重點 但是我要先來做一下民調 就是說現在在線的朋友 應該慢慢都進來了 昨天這個突然宣佈說 什麼有一個什麼 意願調查平台 你有上去登記的 你幫我加1 如果說你有看到這個事情 但是你也沒上去登記的 你幫我加2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就登記1月 像我啦 他只是登記1月 他並沒有說 你登記是給你排喔 就是說我知道你有1月要打 廢話我當然我也有1月要打 大家都有意願吧 你再登記這個 又不是說你這個是登記 然後我演唱會門票 我就買到了 不是呢 就是登記 你有沒有想聽誰的演唱會 有 好 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開賣的時候 我會再通知你 你再來搶票 這個我就覺得 假啊 我是覺得他是狗屁不通 不好意思啊 這個會不會NCC管 不會 NCC不會管他 OK 你知道就是說 這是我們的權利吧 這是生命嘛 對不對 甚至於他應該要問我們說 你希望優先打什麼 或是怎麼樣 有選擇的 然後我們來採購多一點 等等這些東西嘛 你問這些東西幹什麼 即使我沒有意願到時候 如果真的是義務的話 我們也應該強迫 比如說義務人員 他可能低限 但是他不想打 比如說他可能對某種 有意見嘛 對不對 他在等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供給跟消費這個部分 還是沒有啊 畫個大餅在那邊 我是覺得那個東西 玩你知道唐鳳等等 那種設計的那要天才去設計嗎 我也覺得 聽說還外包咧 對啊 有可能嘛 其實這個國家 怎麼弄成那個機制 滋滋潔潔的 那個大的問題 你應該去處理 尤其是現在剛剛老師在講的說 只考要到了7月28吧 算一算 你如果是只考準備要考到 大學的人大概18歲吧 18歲其實我們現有的 我們現在有的AZ跟莫德納 其實是可以打了 但是我們政府好像就放水流了 他們這個叫做大型的群聚 現在政府眼睛一闢算了 不管 其實還有14天的時間 你打還可以再亡羊補牢一下 但是這不管了 其實今天我大概 如果大家有看媒體的話 大概會比較生氣的就是說 好吧 它那個規劃如果是有道理的話 第二類本來是差不多是9萬嘛 對不對 然後呢好像 我在這邊我忘了一下 是哪一個立委這題 所以說怎麼會追加到19萬左右 就是說變成一倍啦 所以那些人到底是誰啊 你給我們一個交代嘛 對不對 有些人可能迫切需要的啊 或是怎麼樣子的啊 所以你知道 然後這邊搶得要死 然後那邊又是一個 各個資法嘛 對不對 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已經想說 裡面有多少是釘釘啊 你要想到就生氣吧 是啊 就是這邊一邊不透明 一邊年輕族群 感覺被遺忘的一群 然後你要他們 好 就是提的筆 然後沒有任何的抗體上戰場 然後大家如果到時候 大型群聚怎麼辦 這是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我也覺得蠻生氣的 BND好 終於要來了 然後我是聽看到趙少康 還有一些其他的人在講說 這可以早一點來的 可是你看我們開學是9月嘛 那早一點來 8月來多好 大家有時間可以接種 讓學生接種 讓年輕人接種 他們好好去開學 然後說是為了 因為政府就是不想看到 復必泰三個字 不知道是英文還是中文 說是標籤全部要重來 然後送到原廠再改 所以一來一回 有說晚了一個月 有說晚多久時間 那這個東西就是 政治考量會把人給搞死 就是這樣子啊 我先講說不要講 先不要講復必泰這個部分 那還是包裝嘛對不對 對 它是包裝 就是外面的包裝 你想 其實今天大家 如果有看報紙的話 會生氣就是說 徐旭東是不是 徐旭東 他就講說 其實他本來年初的時候 就想要買的吧 然後呢 因為政府跟他講說 還輪不到你啦 那他就當怪寶寶 那他就回去當怪寶寶 那後來就是背後 就開始有我們郭董嘛 然後小英去拉台積電 那現在慈忌也不得上人出來了嘛 那他就覺得說 那不是當白癡嗎 我看了以後 我就有點蠻生氣的 人命關天啊 然後你知道嗎 愛國也好 救人也好 是不分色彩的 不分先後的對不對 難道還需要去透過關係嗎 所以這背後裡面 其實我們都不講利益等等 不要講國家安全什麼事 重要物資等等啊 我是講到是政府 就是為了面子問題啊 你說是為了面子問題 就是因為你知道這不好看嘛 因為去年林全那個東西 然後現在也還扯不清楚嘛 那結果呢 其實我昨天聽了一個 應該是鄭麗文立委 他講說他就算了 郭董他五月送件 然後中間等等 但是他真正只花了 差不多一個禮拜就買到了 你知道當時蘇貞章 席內院議員還是說紅良話說 他口袋裡不一定有錢啊 他口袋裡沒有信貨啦 然後他沒有疫苗啊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沒有啊 是鬼扯嘛 我是講說你這扯來扯去 他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啊 所以現在回頭再講說 那個標籤的那些問題啦 本來我會在想說 因為他大概有上海 有香港等等嘛對不對 然後有代工等等 那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代理的 有一些是代理 有一些是代工嘛 代理商嘛 也有些是代工嘛 代工好像目前還沒做 那我們AZ那些都是代工的嘛 就是有一些 AZ還分三個 泰國等等三個地方 泰國 日本 韓國 現在這個東西還不是代工的 代工還沒開始 都只有代理 那不是 就是代理而已啊 所以全世界都是原廠 那就是代理嘛 那是誰想說 去了中國以後 然後難道他每10cc 我是不曉得多少cc 會加一個病毒 他會藏一個 你知道我們當然知道 電腦那些東西 是會藏個暗藏後門 等等那些東西嘛 但是話又說回來 我們每天 因為我們現在跟中國裡面 有一些原料 半成品 成品那些東西啊 甚至很多公司 是我們台灣人去做的 包括口罩等等啊 你知道以前我印象中 那是就是說 有一家做的口碑還不錯的 台北來不及做嘛 他從上海或哪邊 就調過來 然後變成 照理來說 你知道就出了事嘛 但是說那個品質有差嗎 然後以後我們真的要 禁止中國 因為你知道 現在世界中國的產品 所以就有點像以前日本或台灣嘛 好多就是去到那邊就是 那比如說我們在美國也好 或者去澳洲紐西蘭 你發現說 他們自己國產的東西 都會比較貴啦 大概買來的 大概就是以前是台灣日本嘛 那現在就是中國的東西 包括台灣現在也是這個樣子啊 你要愛國到那種程度嗎 那你知道 就是台灣就是要 台灣真的要獨立自主 不是要孤立啊 你知道什麼東西 到自己生產是不可能 那個經濟規模是不夠的 而且我們的R&D 這技術可能都不夠了嘛 所以這件事情 我這些人已經到義和團 到這種程度 是不是蠻奇怪 這真的是為了說 意識心態 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剛剛講說代工喔 是之後大陸的確 有可能會代工到B&D 但是要現在沒有 現在包括你的包裝 退一萬步響 大概也是原廠 你那個代理商 我要應復必泰 我在原廠在輸液的時候 我就順便做包裝了 我不會說我整罐整罐來 我再送到上海去落地之後 我再包裝 然後再送到台灣 這不合理嘛 好 這個不管 但是現在有媒體人出來講 就是說除了意識形態 還有一個大的關鍵 那當然就是吳子佳 吳子佳過去綠營出生 我本來一度以為 他被開除黨籍 結果後來好像民進黨 其實沒有砸他嘛 本來要砸後來沒有砸啦 本來要砸沒有砸 但是最近他一連串的發言 哦 他其實巨姓名 有點過人名啦 說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中間上下起手 然後也點出程序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報紙的標題喔 政府這個什麼 收割BNT破局 吳子佳報 就是為了卡這個 防這一億美金的價差曝光 我這邊講一下 他指控的論點是說 衛福部在今年1月的時候 曾經跟BNT談 然後那時候談的價錢 美季要透過BNT跟上海復興 就是也沒有遛過代理商 BNT跟上海復興 美季是43塊 可是鴻海台積電 現在談的美季是30塊 這邊就有13塊的價差了 然後呢 衛福部 運送的費用是10塊美金 可是鴻海台積電是2塊美金 是要給這個玉立公司 做那個倉儲冷鏈的 10塊又2塊 這個價差又出現了 那鴻海台積電這邊 還有0.5的要害救濟金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是 鴻海台積電是桃園機場交貨 是運費跟保險費都德國人出 但是我們這邊運費跟保險費 就是衛福部這邊是運費 保險費是台灣要出 所以總而言之 他這樣換算下來啊 他說這個價差 衛福部談的條件 是53塊美金一劑 然後鴻海台積電 現在談成的是32.5塊錢一劑 兩邊價差一劑就差了 大概20塊美金 500萬劑就是1億美金 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30億台幣 他認為說不讓你鴻海去談 就是怕你談出來 把這個底給掀出來了 原來這中間有30億台幣的價差 然後吳子佳就質疑 他當然他之前講過吳興立委 其實他也直名道姓說是吳秉睿 對 然後他說這30億的價差 是怎麼分的 是要分給誰 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萬一讓鴻海郭台銘買成了之後 這個事情就會曝光 大家就會追 那之前的這個價差是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市老師 怎麼看這件事情 你知道 本來我們一直在講是面子問題 我們還不講說 什麼國家重要物資 那些都還不要講 就是說那現在已經 牽涉價差的這個東西了 那就是理直的部分 好 現在已經在講到價差了 價差到底是誰分 我先講一下在國際上是這樣子 國際上或者是市場上 本來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就教科書好了 美國的教科書 它是沒有定價的 你知道我們臺灣的書 背後都有定價的 它沒有定價 然後它會分 它會跟你這個 它有代理商 比如說牛津 或者是劍橋 或者是哈勒大學 它在不同地方大的點 新加坡 東京 台北 或歐克蘭等等 都有點 代理商 然後它會看你的 國民所得的程度 來跟你講 就是根據那個東西 乘以多少 那有些窮的國家 它甚至允許你是在地去印 然後那個紙張會比較不好 比如說印度 然後甚至於以前我們唸書的時候 它會允許你盜版 允許你的意思是說 我不會去抓 就是很多人拿去銀營店 我們那個時候是不會去抓 因為說你們還在開發中 它允許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這個世界上都是一樣的 公家的東西都是沒有討價還價的 它要賣給你都很高興 像我們跟美國買了11次對不對 那價格呢 那個到底品質是不是人家淘汰的 最近不是在講說有一些東西 美國要淘汰軍艦有沒有 我們要不要等等 好 OK 那是不是冤大頭做潘娜嗎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這疫苗這個部分 基本上還是有一個行情 買多少 然後多少 這是一個經濟學最基本的 我說民進黨這些人 都是念法律一堆 我坦白講 起碼的統計學 起碼的經濟學 我先念一下 就是供需價格跟數量 數量越多 那個平均單價就會下降 而且你討價還價的時候 是可以插隊的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 那個總理的拿彈牙戶 他是拿了四倍嘛對不對 而且現在說超前部署2.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就是差不多 頂多是台幣30多億嘛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去年用不完啊 今年又加了嘛對不對 是差不多有 去年到現在有300億耶 30億算什麼嘛 一成而已嘛 所以這裡就牽涉到就是說 我先講一下 我們以前跟法國買幻象有沒有 你知道裡面有公司嘛 那不是只有我們跟法國的關係 其中他送錢送到中國去啊 因為中國會不高興嘛 然後會反彈到法國去嘛 所以去篩誰的嘴嘛 是 所以你知道這裡有太多 太多的疑點啦 是 我覺得很好奇 但是像吳子佳 或是說我看到常常郭正亮 或是尤英龍最近都在批評政府 然後政府都或是說 民進黨都非常的低調 因為過去來講 包括像施老師的心情 應該也可以知道就是說 你原本是站在我同一陣線 跳出來批評我不對的事情的時候 民進黨過去的手法是很狠的 叛徒 叛徒要處理啊 我先講一下 我最近幾個跟我認識的 應該是30年 我不能指明啦 就是30年的差不多 你也知道就是 那個野百合世代的啦 還在民進黨內 因為你知道以前 那個時候 我太太在台大教書嘛 然後台大有一次社團 沒有人要當指導老師啊 然後我在淡江 但是你知道 他們都會到我們家去嘛 然後我老婆順便 就當就是找我老婆發押 他知道那些人我都認識啦 所以我那天就很感慨啊 說那還有一個 是我以前大學的大哥啊 就是異議分子的社團 社團裡面的 那我就想說這些人怎麼 因為以前我們是 國民黨是威權嘛 那我們希望能民主化嘛 那民進黨以前是講人力道德 但是呢你知道 國民黨基本上 就是跟地方派系結合嘛 國庫到黨庫等等這些東西嘛 那這種東西我們把它改掉嘛 對不對 但民進黨現在我是覺得是邪惡啊 因為他是人力道德的嘛 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是 假先知有沒有 我們在聖經講假先知一樣 所以他怎麼 你都不講也好 但是怎麼會你知道嗎 道貌黯然 但是做起壞事來 就是人家覺得 你知道我這敢來講 這是邪惡啊 這是不可思議啊 那是不是人都會這樣子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念政治學 看了各個國 民主化或已經民主的國家 未必要玩得這麼臥雜啊 他們又不是說明天就要死掉了 幹嘛 好像在營營你知道嗎 那剛剛 你知道英文叫 那台語叫做 嘴到很好 因為他嘴到很好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嘴到就是很飢餓啊 隨便什麼都狼狼虎厭啊 而且你知道嗎 人家以前國民黨的時候 還可以跟你講價嘛對不對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說 就看到他就滑下去了 那種感覺 所以你看那些風力發電啊 什麼等等那些東西 小英都自己講嘛 現在是台灣是熱點嘛 那有些公司是不是被坑了 即使我們國家 50%以上的股份 但是其實可能我們那個 到底有沒有投票的 那個股權有沒有可以投票 也搞不清楚啊 我問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制衡 他的這個機制了嘛 對 那但問題是說 還是的確有一些人 可能過去跟民進黨走在一起 站在一起 但是真的看不慣現在的狀況 然後站出來 那這些我不知道他們認為 是叛徒呢還是什麼 但看起來民進黨 目前都冷處理 尤其游英龍他2019年 他是主動退黨的嘛 那他這邊寫 就我們剛才談到的 郭台銘事件 他說 他直接在標題寫 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有一件事情他如梗在喉 不吐不快 就是蔡政府對鴻海永齡台積電 實際民間企業主動出錢出力 買疫苗一式的態度 他說總是說政府會協助辦理 什麼什麼相關文件等等的 他說坦白講 他聽起來很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疫苗嚴重短缺 是政府的施政的問題 施政的缺失 民間企業或基金會 或宗教團體 他們沒有那個責任 要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但他們做了 那你回過頭來去說 我們有在幫忙協助他們做什麼 不是你協助 他是在幫你做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他說這些看起來是小事 但顯露出政府從上到下 相關的官員 自覺或不自覺的什麼心態 具傲心態 睜眼說瞎話 希望政府相關官員 可以有所警惕 要警惕 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這樣講是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民進黨違背初衷 因為我們也不要講到 那麼崇高的統獨 然後所謂的社會改革 那些東西也不用 你起碼的老百姓的溫飽 有信討拿著 有鋼匪拿著 對不對 然後生命這個部分 然後他這個東西 都會讓人家覺得 到底是派系還是利益 這些東西 然後他本來是公務人員 或公家機構政府是幫 他是公譜是幫我們 在做事情的 那難道他這裡老行窄窄 有恃無恐 因為817嘛 對不對 難道他下次 難道他下一次不用再選舉嗎 我一直認為說 今天如果是內閣制的話 這個政府已經垮台好幾次了 你看那個民調你就知道 在內閣制國家就是這個樣子嘛 那不然至少總理要換人嘛 OK 那所以呢 我是說難道小英他是無所謂 拿這裡他 其實他有恃無恐 我覺得他背後裡面 還有一個道理就是說 我認為是因為國民黨太弱 在野黨太弱啦 他認為無所謂啊 因為你看到 尤恩龍給的那個民調裡面 他最近提供的 基本上還是六月底那份啦 他通常是六月 他這次做的不是月中做的 因為月中也還沒到嘛 那基本上就是說 民進黨已經掉到差不多 他的基本盤嘛 那小英當然是比黨還高一點點 因為前面有行政院黨 陳時中在擋嘛 但你看這始終的 已經剩下8.7% 人家講說87分不能再高 他是8.7% 始終盤跌得很兇 沒有 你看到 但是國民黨沒有 完全不動 對啊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留到中間去 也不會留到國民黨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啊 就是說民進黨下降 所以這中間裡面 不願意表態跟 沒有政黨偏好的在增加 或者就是說民眾黨在增加 就變成這個樣子啊 所以你看他最近在打柯文哲嘛 那應該就是說 他應該是很旺 才要打他 而且越打越旺 我覺得你有威脅的 我才會打你啦 對啊 他覺得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你今天是 把你看破卡手 根本懶得理你嘛 好 OK 所以我是覺得說問題就在這裡 他認為說 反正無所謂啊 國民黨他不太怕 民眾黨這個部分 氣候是不是會沉氣候嗎 他可能還在觀察啦 是 在這個游英龍 他剛剛特別有講到 他說是墜崖式的垂直崩落 他說因為這個民進黨 一直在挑戰人民的嘗試 就像剛剛我在講的 這個所謂的台積電 跟鴻海買到BNT 政府第一時間出來的是什麼 政府功勞 政府的幫忙的協助 政府的法令 政府這個權力的協助 你們這兩家企業 甚至還有所謂的 今天我看到說 郭台銘聽到不太高興 但是這個沒有證實 只能說他的發言人出來說 很荒謬的 他說外媒報導是 但是我不知道 現在所謂的外媒報導 都不知道是不是出口轉電一下 就是說是這個蔡政府施政 就是指導或是說他用什麼 就反正就是用一個說命令 或是說要求這兩家企業 帶蔡政府去談這個疫苗回來 這是政府在後面居中運籌帷幄 這看起來整個當天說 傳到簽約的氣氛 感覺從上到下都是這樣 還有人說小英全行啦 我是覺得他現在基本上 他是認知作戰 他相信透過1450等等 這些東西 策異等等 然後基本上他是無能 無能還好啊 背後裡面可能是有一些 我們不可告人的東西 但是他偏偏又要把它塑造成 好像我是大有為的政府 然後人情一大堆 這本來是應該他要做的事情 怎麼是這樣 你看到那邊那是羅秉承是不是 這外言人對不對 譬如說到此為止 然後呢什麼叫到此為止 人家老百姓在質疑嘛對不對 包括那個什麼 一個那個是一的人說 沒有啦 那個名詞 就是他們德國的那名詞嘛 然後羅秉承就在講說是統戰 我如果瞄了一下 我是你的鬼側嘛 你講的是這個 他跟莊仁祥坐在一起開記者會 莊仁祥說這個就是德國的疫苗 他就講實話嘛 BNT就是德國的疫苗 這個羅秉承就像這個 詩老師坐在旁邊 馬上把話接過去 跟他糾正嘛 對跟他在糾正嘛 中國的疫苗是統戰 我這個鬼側是什麼東西嘛 所以你知道 他基本上他香 所以所以有一種我的意思 大概是認為說 很多東西是站在老百姓 是 老百姓當然不知道 那個論述那一套啦 就講不好 但是那個可以感受到嘛 那親戚朋友有多少人 就忽然走掉了 你說你不打疫苗講了一堆道理 對不對 然後你的國境也沒管理好 3加11然後有什麼道理嗎 也不開會不調查 然後要篩檢這個部分 然後又好像是又很怕花錢的樣子 那等到醫院的時候呢 他又告訴我們說 如果沒事 然後就在家裡吃普拿疼 然後現在呢 這個死亡率過高的時候 又怪說因為我們的家屬拒絕 怎麼樣等等 然後甚至過 您講了一大堆理由啊 老百姓是講不過你啦 坦白講啦 但是呢 資訊不對等啦 但是呢那個情緒一定是很硬 很硬的啦 是啊 這個 所以游宇龍說 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人民的嘗試是不要再去挑戰的 他把它歸咎為 你現在看到民進黨 為什麼什麼叫做斷崖式的崩落 就是因為人民就看穿了嘛 看懂了 你就在那邊認知作戰 你就在那邊大外宣 大內宣 那但是呢 我生活有沒有過得更好 然後但是呢 我的家人可能面臨到疾病 死亡的威脅 看得出來嘛 看得懂嘛 然後但是我必須要問一下 我這邊正好有兩個人 我可以把它分出來 一個是大概 詩老師也認識郭正亮 然後另外朱學恒 應該你也有跟他同台過 有時候會跟他同台 對 對 你跟他同台 對 這正好是光譜兩邊啦 我不能說朱學恒 一定是挺藍或怎麼樣 但是一般民進黨 一定認為說他比較藍嘛 然後郭正亮過去是民進黨的 但現在也是民進黨員 兩個都會在批評 他是黨員嗎 他是黨員 他也是黨員 對 都會在批評 都會在批評政府 批評時政 甚至說郭正亮或是剛才我們講的 吳子嘉都會有很多內幕 我質疑的就是說 他們常常爆出很多內幕 但是民進黨看起來 兩邊的作戰方式是不一樣的 他對這個民進黨出來的自己人 在講說自家有什麼陰謀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是安靜的 不講 我不跟你唱對角戲這樣子 然後但是朱學恒去送一個花籃啊 去送給衛福部 結果昨天去出庭 中山奔局 他昨天先去做筆錄 接著可能要移送到檢察官那邊去 然後他就說請依法延辦 什麼筆錄問他什麼事情 你說你這個是送桑里的花籃嗎 請依法延辦 你這個送花籃是什麼東西 請依法延辦 就講了 就是讓你說 好啦 你就做這個筆錄 因為他認為就是言論自由 送了花籃就說跟你講說 耳奉耳入 名指名高 然後你居然可以變成五路公署罪 他也覺得不可思議 我問詩老師就是說 同樣大家都覺得政府做不好 在批評 可是我看民進黨做的 兩邊的手法是不一樣的喔 我先講就是說 像郭正亮好了 當然我現在不是具體他 就是說當有人 在阿扁的那個時候 會有人批評民進黨的時候 那當然他會有一種做法就是說 他有時候會找人去跟你摸頭啦 那你要什麼啦 包括小英也有啦 我不能點名好嗎 就是說我們都有知道 就是他會去說 啊不然你要什麼嘛 你現在這樣子罵 一定是有什麼要求的 那這是另外一種就是說 如果有一種呢 他其實沒有跟你要什麼 他會就跟你講說 他就放消息出來 他是求官不成 2000年到2016都一直有人 每一次我批評民進黨的時候 你就求官不成 但是問題是那些都是 我學生輩的 我年輕的倒我10歲的那些東西 我已經決定我不走政治的 我要走知識的這個部分嘛 分工嘛 對不對 不差我一個人嘛 而且很多法案我都有幫忙 政策我有幫忙啊 你說這樣講是 把大家都做小了嘛 對不對 人各有志嘛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是諸邪恒嘛 宰神嘛 是宰神嘛 宰神 對宰神嘛 那你知道其實 你怎麼說起來 稍微比較冷暖嘛 你知道嗎 冷暖嘛 冷暖嘛 有點拽啦 但是你去聽他講的 也有間諜啊 你必須要這樣講啦 對不對 就講到間接酸酸的 但是有時候也是蠻 他有間諜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不可以嗎 那我們回想就是說 我們一百年前在日本 大政民主時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在殖民統治 我們還是有發言的空間 我們可以去諷刺 我們可以怎麼樣啊 對不對 然後更不要講 在戒嚴時代 還是可以在黨外雜誌 貓抓老鼠啊 他跟你沒收的時候 就沒收一部分 因為你全部沒有的時候 下次你就倒了 下次就沒有啦 對不對 他也讓你 因為有時候 就是要一個洩洪嘛 那所以我不太曉得 他為什麼一定要把他 變成一個會爆炸呢 何必呢 他何必要讓 這對周旭委員來講說 你約告 好啊 好啊 對啊 你把我告上法庭 我在想說 我其實我也一直在說 到底他的介...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小英這個政權 比阿扁來講 其實阿扁還好 你知道嗎 你罵他 他 我覺得他還好 他還會聽你看看 因為民進黨以前 本來就沒大沒小啦 對不對 OK 即使總統當黨主席的時候 也是炮火隆隆的 有啦 炮火比較小了啦 OK 但是小英有點你知道 都不能講 真的是女皇喔 他表面上是很客氣啦 他有點像是皇帝一樣 他就是被寵壞的一個小孩 那種感覺 你不能講啦 OK 阿扁在不高興的時候 就有各種手段啦 我只在講說 你知道我那天去抹台 他就跟我講說 薩老師你好久沒來了 OK 我想說 是啊 因為最近在講疫苗 疫苗太專業了 我也不懂啊 OK 你講政治的 我還得懂 有一些東西當然 就站在我嘗試來講 也我稍微可以提一下 然後他說 薩老師 NCC有來跟我們行文喔 所以有些不可以講 現在還在搞什麼 他說 譬如呢 他會講說走狗 走狗不能講 我可以講什麼呢 走狗不能講 走狗不能講 為什麼 走狗 是誰不喜歡 因為我那時候罵萊豬 就罵蕭美琪嘛 我說那是美國人的走狗嘛 他不可以 那我在想說 那我們要如何罵這種traitor 你知道嗎 以前叫漢奸 但是因為他判監 你知道在這個 判監通常是在講日本人 或什麼那種情境之下嘛 我想說我從小 我爸爸媽媽會叫我 什麼可以講 什麼不可以講 還是有一個尺度啊 我覺得 但是我們在 比如說我們在罵日本人 你不能我罵日本叫狗嘛 但是呢你知道 但是你罵日本讓他聽到 他也是懂台語啊 所以你要罵四咖子嘛 四咖子 你要罵那個台奸啊 台奸你要怎麼罵 你要讓他聽到 三咖子 三咖子 你會問你說 你要我什麼可以講 什麼不可以講 現在會有文之欲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在講說 如果像我們念 國際關係的就知道說 有一個名字叫克斯林 克斯林 那個是以前二次大戰的時候 應該是挪威吧 挪威的國防部長還是什麼 他自己是說 德軍來了不要聽 所以他們叫奎斯林 就是走狗的意思 希特勒很喜歡他 那你知道 難道我講奎斯林就可以嗎 就比較可以 就同一個意思 就是你只想表達那個意思 所以NCC什麼時候 變成一個警備總部啊 思想的檢查地方啊 所以我昨天就 上另外一個節目的時候 一個議員就講說 看門狗 我說啊看門狗 說好不是不能講狗 你會覺得走狗不能講 看門狗可以講 你知道好嗎 是到底是因為走狗 兩個字不可以 看門狗三個字可以 你知道我還在歸納啦 走貓好了 因為他們說讚貓嘛 因為我現在是 剩下兩年退休嘛 你準備要我回去 你知道嗎 要去那個 要把我抓進去 去摩領古你知道嗎 回廠整修有沒有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海外回來 通常會被罵嘛 就是說啊你就不要把 去國民黨關過 你把台灣做過什麼 後面那時候他就不跟你講了 OK 我還想說 拜託 什麼時候讓我回去 進去度個假 我們通常在講出國啦 回去哪裡啊 我沒聽到出國 政治犯叫出國 因為是關島綠島 會修島嘛 出國 你覺得會嗎 不會吧 因為我還沒有出過國嘛 我是出美國嘛 所以你要經過那個履歷行 來完整啊 我去美國念書 但是我沒有去出國過 沒有出國啊 OK啊 如果像我們這種人 你知道嗎 我們某種程度 算是同路人 也要去出國的時候 那應該會很好玩吧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說 我在想說 那到底會是什麼罪名 只是在想而已啦 但是你知道 他們可能不會處罰我們啦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 處罰電視台啦 你知道嗎 那可能有祭典嘛 就是你們嘛 中天不是就在這邊 殺了這個雞了 因為我不是因為上你們 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認識你們 OK 所以我在想說 那是不可忍受的好嗎 因為我現在上電視器 你在想說 這次怎麼說 你知道嗎 我會想到 因為我通常就知道 因為你知道不可以講的 那個東西是小時候 不可以講的時候 老爸幫你搶水費嘛 就是這個樣子嘛 你知道這些東西 我在美國也念過書 知道什麼可以講 什麼不可以講啊 竟然有人跟我講說 不可以講走狗 Running Dog可以嗎 我不知道 Running Dog 我跟你講就講走貓嘛 因為 你要講的那個人 大家說什麼 讚貓外交 是不是很愛貓 不是還有一個口罩 你就講走貓 看NCC會不會來喊說 走貓不可以 這樣 我是覺得你知道 這是就是 我現在講是起碼的自由 思想自由一個起碼的 我們講朱學恆 他也就是可能被侮辱公署罪 頂多不了罰幾千塊啦 我在想是這樣子啦 但是這個是一個狀況 但是這個就是讓大家再看一下 這個送的花欄 不過我要講的 這邊我沒有把它原本的解出來 這個是昨天在不演了新聞台 這是另外一個叫做朱凱翔 我不知道那個 施老師有沒有跟他 在中間同台過 沒有這個是他 他昨天透露 他就是等於說講說高端 他在整個二期 再去送給那個衛福部 的時候有一些報告裡面 當然裡面牽涉到非常專業 其實說真的我看不懂 那資料裡面 大概可能要相關背景才看得懂 就是他寫了洋洋沙沙的一篇 那看起來歸納出來 他拿到了有聲喉嚨給他 內部的機密資料 然後呢認為他指控的說法是說 高端其實他的抗體的能力 或抵抗能力不好 是比較差的 可是在二期解盲的時候 都沒有揭露這些事情 就是只有告訴你說 打了沒事 大家都沒有什麼不良反應 但是效果怎麼樣是有問題的 他提出這樣子質疑 因為本來我也覺得這篇 說實在要看懂的人 也沒有很多啦 因為這要很專業 然後大概也就是大家 你我都常談過這類的事情 結果高端整個抓狂啊 你什麼時候看過高端 開始就是晚上 他這個晚上下午PO 晚上就發一個聲明稿 新聞稿 就說這個惡意造謠移花接木 竊取衛福部還是竊取高端內部的 什麼機密資料 所以他這個涉嫌的一個涉嫌洩密 什麼造謠然後移花接木等等 一口氣喔找了 金管會 調查局 衛福部 還有我忘記了五六個單位 然後說還有其他相關的單位 全部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這個媒體人 欸施老師我先講 一來這個有沒有看得懂 很少看得懂 可能是不是踩到高端的痛腳 他們內行人自己看懂了 然後就說其實這個 沒有這麼沒有抗體 他還拿跟現在已經在市面上的 這些打的疫苗來相比 這個一直還在研發中的 然後去跟人家市面上的疫苗相比 然後說我們其實沒有太差 第二個說動這麼大的肝火 然後說看起來是要去查說 你是不是會影響我們的股價啦 其實你看找了金管會嘛 然後什麼調查局等等相關單位 那過去不是有一個消息 不是有一個媒體說什麼 除了獨家說高端獲得了菲律賓訂單 那一天股價飆漲 怎麼你沒有去告人家 告人家假消息 現在是不是覺得會影響你股價下降的時候 你就大動肝火 然後出動了六大派來告他 我覺得這看起來 我不是說高端就是蔡政府 可是我看起來這個手法 就是都很像 讓你怕啊 因為我說啊 他一般不是在講個笑話說 沒有看過豬走路也吃過豬肉 那我們也看過韓片吧 或者是美國的片 你知道就是這種東西通常 因為那個其實獲利太高了啦 那裡面有被欺騙呢 我們也不知道會不會出事等等啦 那往往這個時候一定是 裡面的人良心發現啦 受不了了 然後跟媒體欺負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呢 因為他那個人通常 他們都會欺保密條款啦 如果泄密的話 可能會被告到破產或是怎麼樣 但是呢 這牽涉到欺人交戰嘛 那一定要是跟媒體嘛 那媒體的部分當然你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像這種東西 當然你知道也會施壓啦 有些總是會碰到 通常會堅持的是第一線跟中管 中程你知道 通常施壓要從最大老闆啦 但大老闆不一定敢扛啦 坦白講啦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能恐嚇你就恐嚇你嘛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看太多政府 講錯了那些東西 那是怎麼樣呢 永遠怎麼樣 我只知道最近 比較大快人心就是說 不是南投縣政府要買什麼嗎 然後有一個 有一位不曉得是男的女的 先生還是婦人 他就講了 喘了一句話 那後來好像法官跟他講說 第一個呢 他只在陳述一個事實啊 那是人家講的嘛 第二個呢 並沒有造成恐慌啊 所以呢好像沒有起訴還是無罪 所以我們意思是說 我們有這麼多的東西 這是一個不對稱的啊 那以前是威權體制之下 現在是自由民主之下 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一直講說 我們是回頭走啊 只是說現在的這種 我們是講說 新的這樣的威權體制 新威權體制 它是配合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Digital Digital怎麼說 Digital就是什麼 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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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的威權嘛 它控制這個東西嘛 但是呢 它那個手法是 完全是一模一樣 不同的單位裡面 不同單位同其萬劍齊發 是啊這個聽起來 當然今天還有一個人 我必須要講一下 但是也不用施老師 特別評論他 就周玉寇看到這個 就抓到了 這個就是典型的什麼 中共什麼認知作戰 在台基地 他有點那個人是不是 他點這個人 還有衛福部 他說這個洩漏的人 那這樣子 是不是國安局 國安局查委部 我跟你講因為我不是唸 我不是媒體人 其實這一位 你們以後告訴我 當然你知道過這年一年 也有人告訴他啦 對不對 我去當然我比較沒有上電視啦 因為我還有教職啦 你們其實可以告訴我 我也可以來講 但你知道通常講這種 要冒的風險啊 那第一個就是說 人格抹黑嘛 然後上法庭嘛 然後最快的情況 最快的情況就是暗殺 如果那個利益是很大很大的 如果真的碰到 那個真的在外國的時候 不要想到 不要外國引擎封案 大家都會覺得是 這種就是因為牽涉到 那個錢數額太大了 那你知道我們現在講的 只是疫苗這些東西 才幾百億而已吧 那你要知道我們的軍火是 11次軍火可能有7、8千億啊 OK 但是都沒有人啊 會被引清風化還是怎麼樣 對啊 這個剛剛市老師講 這個當然比較可怕一點啦 因為希望說 現在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你說我把這個資訊揭露 有機密資訊或什麼人家 周遇寇說他去洩漏一些 可受公平吧 對不對 你應該出來講說 我哪裡哪裡哪裡錯嘛 對不對 大家在一個公開的場域裡面 把它講清楚嘛 而且政府它每個部位行政院 總統府都有發言人嘛 對不對 你有那樣的管道那麼多 而且整土的那個總統 不是一天到晚在直播嗎 你就出來講就好了嘛 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呢 我是覺得說都可以講清楚嘛 對 只好是說有什麼見不得人 那就齊了 對年輕人喜歡用的dcard 這是一個社群的平台嘛 大概士老師學生也很多人 我大概知道 最近有出現一個叫做警專姐的人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 他也沒幹什麼事 他就做整理嘛 民進黨有一些爭議啦 就是說2021年是 整理了一些東西 做了什麼事 他們有什麼金句 然後後面又自己打臉 這個我們媒體也都常常在做 每天做 好 做完之後也沒什麼啊 結果呢 結果他就被刪掉了 他就被刪掉了之後 那個是民間的嘛 對Dcard是不是 Dcard算聽說就是民間的 民間團體做的 然後大家都覺得奇怪 那為什麼要刪掉 那Dcard給的說法是什麼 他就說 因為當事人來反映 當事人來說 這個影響他的名譽 所以 那這就提告啊 對 戰方認為說 對 影響了 所以我刪掉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後大家一算 當事人 陳時中 石松良 然後還有蘇貞昌等等 等等人總共六個 然後唯一公開有 有過Dcard帳號的 當然我不是指蔡總統 我只是說 我網路上搜得到 有Dcard帳號 因為他跑去Dcard總部 看起來跟這些年輕人 比如說Dcard的這些 在管事的人 也相當好 他們可能視他為偶像 這不就是一個 剛才施老師講的 你數位時代裡面的威權 其實這個就是我沒辦法忍受 中天被關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從以前 我爸爸的時候 然後到我們念大學等等 我們爭取的就是原論自由 對 你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當然就是為了自由 不是為了要一個威權的 來壓我們嘛 對不對 我幹嘛呢 所以至少我在至少當時 我偷偷摸摸的從大學 然後出國前 我偷偷摸摸的 我的稿子就只有丟一次 就只有丟一次 然後到底丟了什麼 後來新的總編跟講說 施先生不好意思 是不是交接掉了還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你明明寫了明明投了 但是沒有看出來 就是不見了 因為不是沒有看 因為不一定會看嘛 對 OK 但你就不見了 人間蒸發了 然後呢 我回國到現在的經驗 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報紙的部分 以前我們台教會 都會在安排 比如說民眾日報 台詞 自由 智力晚報會有一些專欄 但是後來 我們就跟自由時報 搞得很不好 因為它會被你刪 甚至於不刪 你知道這是不可忍受嗎 對不對 這是不可忍受嗎 我自己在 最近周一課 不是到一個新的電台嗎 對 寶寶新生嗎 我自己在那邊做一年的節目 固定好像禮拜一 不曉得五點到六點固定 你那個時候也差不多 二十多年前 就被斷邁了 也是被斷邁 我自己再講一個故事 你知道我向來不會投稿 都是現在都是 因為你知道人家 你投稿人家可以 就是把你丟掉嗎 對 有一陣子 其實我是有一個專欄的 在我沒有講哪個媒體 就是網路的 每個禮拜一篇專欄的 那當然是台派的 對 網路台派的媒體 你知道 社論是社論 專欄是專欄 投稿是投稿 我是專欄 那有時候呢 他會跟你說 賣個一兩天 那你知道說好吧 你知道 因為我們通常固定給你說 我們會就是守時間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接著有時候會 一個禮拜 那有時候就不見了 不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應該要出這個專欄 所以我花了心血 當然你說好不好是一回事 是你拜託我嘛 因為其實有點豬接地嘛 到後來我很不高興啊 我就問他說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投稿人那麼多 你有沒有搞錯 這是專欄 他說投稿人很多 我是專欄 我不是投稿的好嗎 你不是要去跟 那當然就是政治不正確嘛 我再講一個最近一件事情 因為我去 因為我有一陣子 就是變成消入政黨 所以很多媒體要搞 我都說不方便會有利益衝突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有政黨的立場 然後有自己的嘛 這樣有點不好意思啦 那所以呢到了去年的時候 到了好像什麼時候 我就退黨了 所以他們就說 你回來啦 你來回來寫啦 我說要寫多少字 他說沒有上限只有下限 上個月呢 我就好說你說的 當然你知道我也在考驗他們 你知道他就幫我刪了一大部分 刪了很多地方 他認為太鹹了啦 太什麼 太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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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時他要給你誤證 錢說好據嘛 對你誤證 他說人家說不理的文字 人家覺得欠了什麼 不得不散嘛 那這樣有點自我在標榜啦 那好吧 但是呢你知道嗎 你總不能一天到晚叫我寫外國吧 你知道嗎 你知道國家化的一件 這個育苗這些東西 我可以寫嘛對不對 你知道我不曉得 我在淡江那時候 我們成立研究所啊 那時候 我不曉得跟你講這些笑話嘛 老師會跟學生講 同學講說 同學你要寫論文 最好寫外國 不要寫台灣啦 要寫台灣最好寫歷史 不要寫現在 然後要寫現在的話 最好寫投票行為 不要寫其他的啦 免得麻煩 以後你要找工作太麻煩了啦 那現在變成就是這個樣子嘛 最近一直要我寫 好吧 拜登我寫了 布林克你也寫了 蘇利文也寫了 都寫完了 我也可以寫Campo啦 所以我就不爽嘛 因為你知道我如果不寫的話 表示我自己心裡上 自己就是自我閹割嘛 這是某種強度的言論自由限制 很多人過往生嘛 我覺得我有意見嘛 而且剛好是我們就是 三級一個月嘛 所以我就把這些整理 啊你有要三級應該跟我講嘛 但是你這知道 他不可思議的說 懶得你你 我就不想 你知道嗎 我又不缺這個稿費嘛 你知道嗎 我們追求的是什麼嘛 這個剛才施老師講說 真的太多人過世了 他這個看不下去 他想要寫 好 我們今天正好 題目有這個 我就先跳過來講 當然要先講到周一寇 昨天因為我剛剛前面 不是在講說什麼登記平台 周一寇就開始講說 哎呀你看看啊 我們這個56%的人都接受AZ 年輕人都很喜歡啊 然後莫德納的單選變成43.7%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 選AZ比較喜歡AZ的人比較多 然後56% 只選莫德納的是43% 他沒有告訴你 因為他只有AZ跟莫德納兩種嘛 如果你願意接受AZ或莫德納的 你就會填嘛 然後或是你單只接受AZ的 你也會填 他把兩個數字加起來變56% 但是給你看莫德納的時候 就變成單選莫德納的時候 這根本是玩數字遊戲 真實的說 我只想打AZ的有300萬人啊 然後呢但是呢 我要打AZ的 我只想打莫德納有300萬人 但是我只想打AZ的只有6萬人 這是很懸殊的比例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死亡數字 大家會覺得說病死的 或是說確診死的 或是不知道什麼原因死的 大家會很惶恐 另外很惶恐的很煎熬的是 因為你看莫德納跟AZ 其實施打的總數已經差不多了 200萬人跟181萬人 但是死亡的人數是367比21 對啊 所以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看到我們政府 唐鳳告訴你出來說 哎呀好多年輕人喜歡打AZ啊 然後呢周玉珂也跑出來告訴你 打AZ就是聰明啊 哈日啊 反蘭啊 健康啊 是一種認知作戰 他們為什麼不直接 就是每天下午這個記者 會念完稿之後 你告訴我們為什麼打AZ 死這麼多 為什麼 我們今天講說 為什麼死亡率都差這麼多 那不用很深 你知道這百分之一看就知道了 一目了然嘛 但是政府應該有責任去告訴我們 因為其他國家應該有類似的情況 到底是體質還是怎麼樣 一定有什麼樣的 或者是某些疫苗 適合某個性別或年齡層 日本人不打 應該有什麼道理吧 對不對 我坦白講這是一個科學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我想到目前其實政府 都還沒有告訴我們 但是他現在有一點就是說 我這個要打不打隨你嘛 但是他就難怪你選這個 那你當然只是選這個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如果有錢 我們可以多找不同的 讓大家可以選嘛 就好像說我們是不是疫情 還是就是美國打的嘛 對 就是這樣 但我們不是每個人 有那個能力啊 OK 這回頭 周一哥大姐 你知道 其實他對我還蠻客氣的 請我吃過牛排 真的喔 那不簡單 然後上那節目也客客氣氣氣的 但我不太曉得他 你知道他是改變了還是 你知道我不太知道啦 因為這有一點是 我不能說胡說八道啦 就是有一點選擇性的 扭曲那個事實啦 好嗎 因為有時候年輕人可能 不得已嘛 可能他的風險比較 沒有像老人家那麼大 我在猜啦 是不是這樣 那你給我選 那我也知道我打不到別的 你知道嗎 今天以前 因為我美國剛回來 然後當導師 都會找學生到我們家吃披薩 然後我就說同學裡面吃什麼 吃夏威夷吃總會吃什麼 有些人不喜歡吃披薩啊 你知道嗎 好像是站裡都有選擇啦 這後來我會加一個炸雞啦 炸雞啦 至少有別的選擇 OK 好 就有兩種啦 那還有可以嗎 那當然我重點是說 覺得聊天 因為你到外面去 吃飯後還是要到家裡來 不如叫到家裡來 好 OK 這樣你講出來好像說 人家本來可能是勉強的對不對 年輕人你沒給我別的選啊 對啊 好 那你今天我說 你要吃拉麵 義大利麵 牛肉麵 還是陽春麵 那我說好吧 牛肉麵 好 OK 義大利麵酸酸的 不一定大家喜歡吃嘛 然後你看啊 牛肉麵是最好 但我不是說牛肉麵不好 但是說有些人可能喜歡吃西餐啊 日本料理嘛 我覺得這個扭曲到 你知道就是扭曲啦 是啦 這個就像我想 剛才施老師比的是 比較生活例子 但是我想過最選擇困難 有一個笑話就是說 你到底要吃咖哩口味的大便 還是你要吃大便口味的咖哩 你要怎麼選 就是你有給人家這個選擇嗎 那不是真的選擇嗎 對啦 就是我是沒得選擇了嘛 就是我只希望 這也顯示出來 年輕人我不求什麼了 你給我打到疫苗就好了 這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預約平台 後來還被高宏安講說 那什麼唐鳳設計的 而且又當機 原來還是外包的 那外包花多少錢 要了三個禮拜的預算還要不到 不過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要講到這張圖 在郭台銘前兩天買到疫苗之後 有一位我不知道算 可能也是老朋友 黃月衰 黃月衰 是你的朋友嗎 是你的朋友嗎 沒關心我可以騙 那也是大姐 大姐啦 他們兄弟我都認識 因為大家覺得很奇怪 BNT疫苗是這禮拜確定簽了 然後黃月衰老師是昨天 突然覺得不對勁喔 因為今天已經7月13、14號了嘛 昨天或前天12、13 突然覺得不對勁 6月18 劉又彤怎麼可以給我 劉又彤怎麼可以給我 穿牛仔褲進總統服 太不勁了 事隔20天你心想 劉又彤不對勁 這我也覺得很不對勁了 這個叫做表忠 因為他必須表忠啦 因為國王皇帝現在有難嘛 你必須群魔要出來亂舞啦 我必須要這樣講啦 就是說因為今天去講公文的 那你如果說要去總統府 有一個所謂的禮儀的 什麼樣的標準等等 因為你知道國宴是國宴啦 這叫做我還是講一下 我們是去談事情嘛 我跟你講這個 我一直在講說 這個中文怎麼講 如果是在我們家 叫做虧銷虧拼啦 有點叫也不叫找麻煩 找茶可以嗎 找茶可以啦 你知道我在講一個 類似的故事啦 有一陣子 我幫李富的一個基金 會在幫忙 你知道我很討厭開會 尤其是胖啊 所以呢 你知道我最近都是穿這樣 我其實通常 如果你會發現 我們媒體訪問我 都是穿短褲 只是上半身嘛 那我就跟他講條件說 除非正式的 比如說在原山飯店有外賓 但是要穿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 什麼是固定的嘛 對 所以那個時候 然後大概有一陣子 我在批民進黨了 那當然一定會找出很多罪狀啦 你說投共大概 他沒有證據我去投共 這個是有點 因為畢竟立場不一樣的嘛 對才180度 那到最後他自己有一個理由說 你看到這個家伙 沒有很不禮貌 去李富的場合裡面 譬如說簽書會啦 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拿麥克風 你知道我在寫論文 然後寫稿子 出來幫你一下 然後民主就跟你講 你來一下子 熱鬧一下嘛 對不對 然後就有人說 你看他以前怎麼樣 就裝短褲 人家當事人就說沒關係 你來一下他就很高興了 對不對 你還有我穿西裝去幹什麼呢 所以你知道 其實也是很糟糕 我覺得這個機會你要去表公 就是我不能 等一下一講又被NCC罵了 又害你們被關台 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兩個字 我們已經沒有台可以關了 我們已經被關到網路上了 NCC 這不是我們的主責單位 雖然他們在修法 希望可以管到網路這一塊 但是這個我講一下回應 就是劉曳彤第一時間他說 對不起那是我疏忽了 或什麼當然他態度是比較 和緩的這樣子說 我可以補充一個東西嗎 如果他真正要講的 其實真正要合乎國際禮儀 我坦白講 小英總統接待外賓 在總統府 日本人美國人那個腰 你知道那個其實是有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的 不一樣的啦 然後那一次是圓山指揮手 那個叫圓山機場嘛對不對 然後就接待那三個參議員嘛 當然裡面有一個是做輪椅的 松山機場 松子部 你知道嗎 沒有人是這樣子的 除非他是上國 上國的 上國的你要到總統府 或者是總統府的外面去接他 這個才是破壞國家禮 會讓人家笑破的 你知道嗎 那沒人講 然後他就說 美國是我們 對我們很好 但禮多人不怪 錯了 不是 國際禮儀是平等的 在現在在聯合國 至少在大會上是 你知道大國小國 都一樣 你會被看破爬腳手嘛 你知道 你如果是這個樣子 我下次得很 這個國家很好吃 對啊 就是兩國之間 比如說 他說這國是講英文的 我這國的元首也會講英文 但一定要有翻譯 你知道我看一下 像李總統就跟我講過 因為李總統他懂日文嘛 你也知道老一輩講的 日本話都有九州的槍 你Q 像台灣國語那樣 但是他日本人來 他一定跟他講中文的 然後他會跟他講說 你犯錯了 正式的場合 他英文也懂完 因為他留美康來了 對不對 他犯錯的 馬英雄也是這樣子 沒有錯 那就是當一個總統 你的代表國家的尊嚴嘛 是嘛 是對啊 然後黃岳正這個事情 很好笑的是說 劉耳彤就道歉了 而且他也說 因為他一直穿 破爐衫跟牛仔褲 是因為到處因為物資的關係 他在工作 他在跑 兩點多通知 四點要到 那當然就直接殺過來 你還要跟你老闆 要開會要談嘛 對就直接來了 好 這事情呢 我覺得黃岳正老師突然 突然二十幾天想起 劉耳彤的穿著不恰當 很好笑的 一萬 他也點了郭台銘 他評點他說 喔郭台銘這個事情啊 不錯啦 但是我看過很多 為父不仁的例子啊 那這次他捐疫苗呢 2024他有希望喔 搞不好代表國民黨喔 他就會收編民眾黨喔 然後再加上 接受郭台銘指揮的 這幾百萬台商加起來 郭台銘可以有機會 跟民進黨一拼喔 我坦白講 如果他有做過什麼 為父不仁 那你就出來講 社會上有公平 這是過去嘛 對不對 至少違法這個部分 因為有法律的 至少會起訴嘛 那未來呢 如果他真的就是 願意拿錢出來 你知道兩千三百萬的疫苗 我全部包的 他應該是買得起啊 絕對買得起啦 現在是三十萬嘛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三百億炭啊也出得起啊 出得起啊 三百億 他如果可以這樣子的話 你政府是拿我們的錢 才是真正為父不仁 是這個政府才對啊 我坦白講啊 他有什麼錯 如果他跟那個時候 跟川普也可以到白宮去 至少也 你也知道有錢 你到美國那種時候 有錢就是有話可以講嘛 坦白講 國際上也是這樣子啊 至少我不認為在台灣 誰可以出賣台灣啊 對 我覺得這番話 就兩個意義啦 就是你還要再考試一下說 喔 郭台銘可能為父不仁啊 第二個考試就是說 喔 去現在幫忙買疫苗 因為他想要選總統 選總統也沒有什麼錯啊 川普就可以選總統了 他就不是無償的 你不要以為 我看穿他的心機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繞回來 你又是中共投入人了 我說得難聽 政客一堆都是 背後都有利益團體 不是嗎 要去只是說拿那個方式 是不一樣而已啦 對 比較多人小額 還是一個大堆 郭台銘他拿自己的錢啊 他不用擔心 人家會收買他吧 我這邊來問一下觀眾朋友 這個覺得郭台銘捐錢 我們應該就誠心感謝 就應該不是捐錢 捐疫苗 我們就大概應該就 誠心感謝很簡單嘛 因為他真的 的確也很辛苦 然後後來台積電也應該感謝 幫我加一 然後再來你認同這個比較 黃月薛說法 背後有目的啦 他就是要選總統 甚至說要結合 什麼國台辦指揮的台商 來跟民進黨抗衡的 你幫我加二看看 我看看大家的認同度是怎麼樣 然後呢 我剛才一直在看尾聲裡面 因為我剛才不敢答斷施老師 那有一些朋友在問說 為什麼是每週三下午的4點半 這節目原本是 每週三的下午1點鐘 因為這兩三個禮拜 應該這一個多月來 因為我們的任務一些調整 我下午要主持大新聞大爆掛 所以因為準備的時間關係 所以這幾個禮拜 大概還有在三四週左右的時間 都會調整到下午的4點半 我覺得4點半也不錯 不會那麼熱 對啊 薛老師這個也很優雅充容的 這樣子來 我覺得4點半還不錯 因為就不用擔心 因為中午那時候人還蠻多的 對啊對啊 搞不好說大家如果習慣這個時間 我們以後都是這個時間也不錯 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我有看到有說第一次 來跟到那個 綠野仙桌的直播的朋友 也謝謝你 然後我看到好多的 都是加一 就說我們就誠心感謝就好了嗎 因為這應該政府該做的事情 有七月一出來做 人家也不花你錢 那你拿到疫苗 你還要再回去 封世人家兩句 我真的覺得 這真的是不厚道 然後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綠野仙桌 這個薛老師評論非常精彩 然後剛剛沒有跟到直播的 或是你比較晚跟到直播的 我們沒關係 我們還會有完整版的上架 甚至會有剪精華版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來收看一下 那時間看一看也差不多了 那個綠野仙桌 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OK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大家 我喝個水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沒問題 我剛剛說 我會想打開 已經沒有很多了 各位